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眼望了好久 这次来到台湾带来了第四本书 青霞小品 刚刚讲的对不对 就是尤其是看青霞小品 我有一个感觉 就是我们跟你很接近 好像就在那个现场 甚至在印尼外海的甲板上 你说你躺着看星星 我在甲板上看到岸边 好像有一个小村庄 就是那么的接近 你的笔开始带我们有一点走到你的生活 甚至比较私生活的地方 私生活的空间 这个写散文就是写自己嘛 就是写私生活嘛 就是写你看到的 你听到的 你闻到的 你感受到的 我想我现在比较很去感受一些事情 感受一些人物 那么我比较接近大自然 跟朋友相处或者是 就会了解对方 那么是对很多事情都产生好奇心 那么而且我有一点很重要 我现在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 我百毒不清 为什么呢 所有这些可以让我生气 可能人家会觉得应该生气 或者是悲伤的 我都把它转成文字 全部释放了 就写出来 也不是释放 我就说这个很好 这个题材很好 我可以写 因为你有感觉 我就不伤心了 我有什么好伤心的 我把它写出来 这变成我的材料 这个写作这个材料多重要 很宝贵的 是 所以有人如果想挑衅青霞姐的话 你就是对空气打拳 然后你下一次发现的时候 你就在她的文章里了 所有的人都看到了 你知道吗 那你会不会有听过一个反应 因为2022年的时候 青霞姐来到台湾 因为疫情隔了很久 那次帮卡蒂尔剪彩 后来您回去的时候 我看到焦哥他的脸书是公开的 他写了很长的脸书 就是一直感叹 然后惊讶 然后激动 就是青霞姐好亲切 亲切不是应该的吗 不是 人的基本态度吗 可是我想好奇的是说 是不是我坐在这边 也有这个感觉 你有没有遇过就是很多人 原来接近你的时候 他发现他的第一个感受是 原来林青霞这么亲切 这原来的意思就是说 原来青霞姐会这么亲切 你以前有没有碰过这种伤心 有了好像多数人看到我都会很紧张 很 有我们刚别麦的同仁就很紧张 他说 他说对不起我很紧张 我说你说得出来就表示你不紧张了 我现在很会 就会比较善于跟人家释放出我的善意 善于跟人家沟通来往 所以我见到一个人或者什么 我就尽量发现他的长处 他有什么长处我就会很勇于表达给他听 那么这样大家都很开心 他也开心 我也开心 我现在很喜欢给 很喜欢让人家开心 人家开心 其实最开心的是我自己 所以这个是一个 你会说它是一个悄悄的转变 就是你要把你对他的感受表达给他听 不会只把这个感受留给自己 这跟写作有关吧 我也表达 我也写也留给自己 我觉得我写作之后我的天地很大 我觉得我走出了房间接近了人 感受大自然 感受生离死别 我看着我家里的那只 我女儿的那只狗 怎么样从生到走那整个过程 我内心里是什么感觉 我特意去感受 我想把我这个感觉记录下来 也给我女儿做个纪念 所以写作这件事对你的意义是多重多重的 对 改变我的人生真是太大改变了 而且我非常快乐 写作带给我很大的快乐 治愈了我的寂寞病 我以前最怕寂寞了 我愿意接触人 以前我很不交朋友的 不见生人 我可以说是那个有多少年吗 只要你重瘾的期间都是这样子 从重瘾开始一直到大概 五十多岁吧 四五十岁吧 这么多年 所以是生人物境就对了 我现在主动去接触生人 我的半山书房 我邀请了很多的大作家 大艺术家 大科学家 都在我的这个半山书房的书桌 喝茶聊天喝酒 所以这些都是你以前没有想过 就大家可以见了面 然后就丙烛夜谈的人 我以前不是想不想过 我不敢 我害羞 我也不懂得怎么交际 你知道吗 我后来我听说 那个长寿 不是因为你不抽烟不喝酒 或者是做运动就长寿 最重要是因为 你有很好的交际 社交啊 可能是有增强我们的免疫力 但既然清霞姐说了 我就讲这个书里面 有好多地方 你都可以 我们叫什么take away 就是很有意思 有一句清霞姐说 只要能够令他人开心 我自己出个小洋相 也无所谓 我看那一句后 后面每一篇我都在看 洋相在哪里 洋相是我那个大声 都不会唱那个精细 那大声在那边乱唱 现在我们网路上 打那个林清霞精细 都可以听得到几句 所以出个 这个我跟你讲 我这个自己 自己自我解嘲 出自己的洋相 尤其出林清霞的洋相 特别好笑 是自我解嘲 会别人 在笑的时候 就多了一点温暖 对不对 这跟别人 别人这个笑不一样 所以这个心情的转变 是不是一个很大的 因为我们说一个人开心 或是我放松了 我愿意跟人家 更多的互动 更多的走近 这个跟自己出个小洋相 也无所谓 这还是有距离 对不对 但是你觉得如果让人家哈哈一笑 其实你就会有被刺人的感觉 我自己觉得更好笑 我就是觉得更好笑 我最近最大的感悟就是说 我可以 我觉得接受自己不一定要完美 这个是我最大的感悟 那么我接受这个 所以我就是也不怕 说话说得不好 或者是唱得不好 画得不好 写得不好 我在学习 对不对 学习一定要有这个过程 所以我也不羞于见人 我是请朋友到家里来 我会拿一张 有时候他这个书有签名纸 紫色的或是蓝色签名纸 我废物利用 我签坏了 另外那一面 我就会用签字笔 银色的签字笔画 画我的朋友 然后一人送一张 皆大欢喜 有什么不好 画得不好也没关系 我再学 所以做任何事情 现在应该说轻松自在多了 是 你刚提到一个 所以你有很长一段时间 会希望自己是一个 不要让人家觉得有缺点 或是看出缺点的人吗 要求完美 完美主义 弄到自己很痛苦 因为什么叫完美 自己也不知道 然后就 这个很长一段时间 很困扰我 所以这是写作 带来的一个转变 就是 就是人生感悟吧 也许是写作带来的 因为完美的人 写出来的完美生活 我们都不喜欢看 会觉得自己 过得太糟了 就是很多人不喜欢看 零书的原因 太完美就不完美了 比方说我最后一篇 我写玫瑰的故事 我喜欢它的花 是因为它的花是野生的 是自然生长的 不是经过人家 人工特别培养 这个也是呼应到 清霞姐你现在的心境 对不对 你是怎样 你可以在一个 很放松的人生状态里面 表现出就是那样 我就喜欢很自然的展现出来 人家接受我 大家都很接受我 现在这个样子 你看 我上次那卡帝要来剪彩 大家都很开心 对 因为你突然 你突然唱出金剧来了 不晓得 但娇哥也真的很老练 马上接得住那个球 那个是不是就是信之所致 对 以前很惊 很惊 就是 我想很多人还是很惊 什么事情都要呈现别人 不要看才是不惊 惊的是什么都不呈现 你不觉得我不惊了吗 所以我们以为说 那个时候你选择习影 那我们以为人生角色换了 其实就会比较放松了 然后就会态度上 比较不那么追求完美 所以不是人生角色的问题 是心境的 对不对 不然即使你做一个妻子 做一个母亲 依旧想拿到最高分 对 所以写作帮助我很大 是 在这个心情下面 后面在人生做很多选择 比方学学精细 学画 然后还有您知道2015年 你参加湖南卫视的那个节目 那个之前 我觉得我跟社会脱节了 你有什么这个感觉 因为我都没有接触过 没有 都在家里没有跟社会接触 我觉得我脱轨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 可以让我再跟这个社会接轨 我可以看一看到底 现在大家在玩的是什么 所以我就比较尽情的释放自己 对 所以那里面有什么 好像类似运动的 竞赛的 同桌吃饭聊天的 我觉得那感觉好像不是在演出 虽然它是有点像实境节目 但是感觉就是 你就是这样子去参与 然后只是镜头来take而已 释放自己了 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表现出来了 你决定的一件事情 就不要后悔 你就把它做好 那么我也觉得很有趣 很尽兴 玩那些游戏我也很认真 我们看得出来那个尽兴的感觉 很尽兴 尽兴这个事情现在对你来说 清霞姐 你觉得它让你有什么样的一个享受 不管是写作 不然是尽心尽力的 跟一个朋友全力投入 就像金圣华老师 我看到他那本书 我觉得 我觉得那个友情让很多人羡慕 因为在疫情期间 尤其他沐丧的时候 他说他几乎每天接到你的电话 其实就是聊聊 就是问候 我现在 我尽兴 尽兴到帮朋友做秘书 我这次来 我这次来 所有跟随我的 那个化妆师 摄影师 他们的住宿跟那个 那个机票 都是我搞定的 别人的助理要是要比照伴侣 大家都 他们那个 谈那个酬劳 我也帮他们去谈 所以我就说 这是尽兴的一个极致 就是我很愿意给 很愿意付出 可是时间的付出是很高成本 所以你举了一个极致的例子了 是高成本 但是我训练我的能力 对不对 我做了这个之后 我做得很好 那我就觉得 我这个很有这个能力 而且我帮到别人 我给别人那么多方便 这个我很开心 我真的很好奇 你这个转念的开关 是谁帮你打开 然后什么时候打开的 我觉得你就好像那个 转念的开关 啪的打开了以后 你做很多事情都很自在 就是没有以前那个 也没有我们一般人想的 老板帮助理 搞定住宿 机票 搞定住宿 机票 还有酬劳 所有的那个 是我感觉很能干 其他所有的那个名人 都不希望他的助理 看到这一集 他比招办理 在这个 《青夏小品》这本书里 我们看到你在人生生活的写意 但是我也从第三本 到第四本书 我看到真的会开始书写死亡 因为那也是我们 人生经验的一部分 是 是人生的一部分 要学习 我看到里面 有书写新一成的前辈 石天先生 写杨卉山怎么样怀念 张义还有刚刚提到 大女儿的这个爱权 Barkstil的整个过程 我们一般人书写死亡 会觉得很沉重 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 对 可是你有的是 很近距离的 在书写 比方说 看着女儿的这个爱权 整个安乐死的过程 好像我看你书写死亡 都有一个 最后会有一个温暖 就像你离开新一成 大家聚完餐之后 你会对着那一个位子说 石天再见咯 对 就是好像你会给我们 感觉这是人生如常的一部分 这个我写作的 有一个念头也是希望 我的文章 人家看了我的文章之后 能够有 就是一些正面的能量 就是我希望是这个带给大家 所以你看我的文章里面 从来没有坏人 从来不说人家坏话的 最多开开人家玩笑 没有坏人 我第一次听到作家这样 我没有坏人 你看我哪里有坏人 你看我最多最严重就是 开我几个朋友玩笑 光头宗旨 他们自己看就知道在讲他们 光头宗旨 席肉 席肉光头宗旨 他们也很开心 我开他们玩笑 但是所以 一本是书写死亡这件事 就是 而且我觉得它是不分灵的 你在人生任何阶段 它都可能就是突然降临到 你的生命经验里面 这整件事你还是写的温暖 无常就是正常 无常就是正常 必须要接受这个 你才不会恐惧 恐惧是最可怕的 你自己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是在恐惧里面 让自己承受那个恐惧的压迫感 有没有恐惧啊 我好像还没有那么严重吧 我有痛苦没有恐惧 果然是 我觉得你真的是书写者 因为你看你把这两个分得很清楚 分得很清楚 对 不好意思 所以痛苦不在了 那个痛苦的情绪跟那个阶段 已经过去了 是不是 它是一个人生的阶段 是 我想 人生是有很多阶段的 这个是可能也是 很多人都要经历的 每一个年龄都有不同的人生经验 我们刚聊到那一次 大家怀念前辈十天 所以大家坐一桌 讲以前新一城的趣事 你讲每一个人在讲些什么 每一个人怎么表达对十天的怀念 其实都反映出来他们对于死亡的一个态度 有叹息 有觉得不可避免 也有觉得希望正面温暖的看待 对 通常是因为你现在有写作习惯 所以你在这一些人的反应发生的时候 你会特别的觉得 我要记下来 我要观察 还是它变成你的自然反应的一部分 你竟然就会记得了 我那次是刻意去的 那次啊 因为是你召集的 没有 那次是 施南生他们跟新一城每年都有一个聚会 那么他觉得十天走了 他静静的走了 他说你不要告诉人家 他自己很低调的 就那个什么 那施南生觉得应该要做点什么 他就就是组织了新一城的人 那我跟施南生很好 我就跟他说我可不可以参加 我想去感受一下 然后他说可以啊就带我去 带我去我是彻翼的去观察 观察每一个人 那我自己也参与 那么我记录下来 我给每一个人看 因为我写文章写到谁 我都会给被我写的人看 如果他同意的话 不过大多数人都很喜欢 因为你说嘛那边没有坏人嘛 对啊 所以有的时候 其实当你下笔写作的时候 你有一个特别的人生面向呈现出来 对不对 因为你参与你观察 然后其实你也不是在旁边 像我们记者报道 坐在那边观察 因为你在这个氛围里面 我投入 我进入那个氛围 有一个大师 印度大师 克里希纳穆提 我看了他几本书之后 我的好像我的这个 这个有开心 有智慧之旅 他对我人生是很重要 他说你看个风景 不要是你在看它 你要跟那个风景融入在一起 你要融入 我现在有感觉 我在那个印尼的海上 我看着天空的星星 月亮 云彩 我就觉得我跟他们在一起 我融入了 然后我就想说 这个哪一片云 是不是我失去的朋友 或者家人 我父母 那我觉得这个天地很大 我的天地很大 你刚刚问题是什么 我讲到哪里去 没有问题 回答就是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他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痛苦 如果你痛苦的话 你就跟痛苦并存 那个痛苦就会被你吃掉了 就不见了 所以你可能是 你要去观察你那个痛苦 那个痛苦是什么 这也是大家了解 你的惊讶小病 可能要注意到的 的确像白老师说的 你很会注意细节 比如说你刚看到这个人的时候 他的穿着 打扮 甚至那个 说起来这个能力 我真的没办法 细节到说 他可能带一个什么样的耳饰 或者衣服是什么样的颜色 这个是刻意的观察吗 还是你作为演员的训练 长期演细的 我呢 大家都说我记性好 其实呢 我觉得我记东西呢 是记一个画面 像一个照片一样 一下都记住了 就所有的事都记住了 那有些人呢 可能你们写作的是 记语言文字 所以呢 你说我的细节写得 这么仔细清楚 可能就是因为我记画面的关系 那后来再读像《红楼梦》 读小说这种帮助就更大了 帮助你更加的去推 最主要是看白仙勇戏说《红楼梦》 这都是实话书的书呢 你看一看 白老师 白老师在这本书里面是有 仔细的分析 曹雪芹 为什么要这样子写 好的地方在哪里 有一次我去澳洲旅行 我带了很多有关《红楼梦》的书 最重要我带了三大本白老师写的 《白仙勇戏说红楼梦》 我下定决心要把这三大本书看完 那么我看中间看的过程中呢 我突然之间我觉得我开窍了 因为白老师一个大文豪 写另外一个大文豪 我觉得我真幸运 而且我跟白老师生长在同一个年代 那么我看完这本书 我知道怎么写了 所以我在看完这三大本书之后 我几个小时就把这个 在我心里两年的 这个要写的故事写出来 我补充一下 那个写 我的那一套有六十万字 你肯肯啊 我要来问问看 虽然你还没写小说 但是你对人物的观察 怎么样子入手 如果有一天要写白仙勇 假如我们假设 有一天要写一篇白仙勇的 你看白仙勇 你会怎么去抓白仙勇的细节 显然你已经注意到很多了 对不对 白老师的声音很特别 白老师的声音 你不看到他人 你都会知道是他 白老师 我有一次我跟你 我们那时候还没有这么来往 那么等于还没有做朋友 那有一次我在机场 我跟那个十男生夫妇 要去吴歌窟 听蒋勋的那个代理导览 我们去吴歌窟 然后我就在机场的免税店 我就听到一把声音 这个声音呢 我想这好像是白仙勇的声音 我就跑进去看 果然是白老师 然后我就等在那个免税店 那个 那个 那个什么 算账那个叫做 柜台那边 然后白老师把 把那些日常的用品 那些东西也不是贵的 那就去付账 结果我就赶快就把那个账付 我就站在那边 然后白老师说 啊 谁付了 然后我就说白老师 然后就很高兴 我就说白老师的声音 是一个特色 那次真是巧 我从要从香港回台湾 那个林兴霞他们刚好要到吴歌窟吧 是吧 到吴歌窟去 那么就跟刚刚你讲了 怎么有人替我付了账呢 我回头一看 林兴霞在那里 穿了一个白衬衫 一身没有打扮 那时候 还是美 我从那个时候 本来我就见过你的嘛 后来那个可能是第二次见面 你第一次我是不太有印象 不过您的印象很深 你说我很冷厌 坐在那边不讲话 是怎么回事呢 那时候是1982年 我们在台湾就是这个 演了我那个话剧 《游园经梦》 我不是冷厌 我是心虚 我自己讲话 不知道讲什么话 后来我跟青霞手来 一点都不冷这个人 我讲得非常热心 而且很体贴的一个人 真的 有说 青霞姐 你是不是跟我们后中年的女人一样 就不太注视先生了 不是 不太注视 所以都 我觉得我对他们非常的有歉意 就是因为我先生娶了我 他付出最大的代价 就是他要在 有时候要在媒体上出现 当写作写到现在 我发现在 青霞姐你的这一本 青霞小品里面 有很多 已经不只是你分享感觉 表达善意 我觉得一个很强烈的是 那我可以帮你做些什么 我之前在看前面的书的时候 我特别注意到 有一本书 你好像在我们东部 台东那边你吃到一个私厨 所以就很热心 就觉得这个老板 跟老板娘的记忆太好了 其实我看那时候 我有点觉得说 青霞姐还蛮冲动的 你不是说offer他们说 我认得香港很多 五星饭店 五星餐店的老板 你要不要去那边发展 我就说 所以你是看到了 你就想说我是不是可以 我看到可以帮到人的话 我自己会主动的去接触 对 还有就是 这一本里面 大家可以看有一篇 就是很有意思 就是你到印尼 然后你跟女儿 到那个村落上看了一下 因为你很好奇 我觉得可能那时候 也是因为一个新的材料 但是你第二天 心里还是没有放下 你又转回去 对 然后你女儿更热心说 妈 他们的那个照明设备 可能需要帮助 照明设备 根本就没电 没电 五年都没电 全部是晚上都是黑的 只有那个海边 有一盏孤灯 有很多这种情形吗 就是忘不了 就是忘不了 那是因为心里面 酸酸的感觉 还是你觉得那就是 人跟人之间 其实没有一切界限的共鸣 你忘不了 回去忘不了 我忘不了 有感恩 有感恩 有心疼 有珍惜 那你说我去印度 看那些小孩子 我这心里就是 很想再回去 再跟他们一起 互动也好 对 一起互动 我是想去跟他们互动 所以第一次的接触 为你来讲 他没有不好 但是你觉得不够深入 所以你回去之后又想 对 你说忘不了 我感恩 就是说 里面有一篇文章是 刘欣 刘欣就是有一个记者 为我做了那件事情 那我一直摆在心里 我一直想 后来一直想写成一篇文章 一直没写好 结果在船上 我突然看到刘欣 我就把这两个故事 串在一起 把印度的小孩 跟这位记者 会有这么多的心情 想我要回报 我不要错过 这个回报的机会 应该是你的人生里面 你有很多 你真的觉得 受到很大的温暖跟滋润 就是你是那个得到的人 你有这样的经验 你才会想到 在素不相识的人里面 你成为那个分享经验的人 我只要我觉得 对我好的人 为我做事的 我的贵人 我一定要回报的 不回报我会不舒服的 像那个爱玲泉 她成立了23年 这23年里面 我每年都送 很珍贵的纪念品给我 我都很喜欢 但是我都没有跟他们互动 我觉得很 很愧对于他们 所以他们为你来说 自从你看到他们做这么多事 他们对你来说 就不是粉丝跟隐秘 不是 我很关心他们的 我很爱他们的 而且他们也很爱我 那么在这个互动之间 就是他们结婚 考试 去面试 都会希望得到我的祝福 然后我会 一路都会鼓励他们 什么都跟我讲 说怕鬼 怕鬼也跟我讲 我说那如果鬼是张国荣 跟邓丽君你怕不怕 他们说那不怕 那怀疑那一点都不怕 张国荣本来在天国 已经很亲近了 突然被你cue了 就是说我跟他们 就是很像朋友一样 好 就是跟你一块来的 就是这些人为你来说 不是他的角色 跟你的社会关系 不是了 而是他需要什么 那你是他的一个 近距离 近范围的人 你可以给些什么 所以我猜你跟你的女儿 关系也都很好 是的 因为你不用一个 你不是只用角色去看他们 对 我跟他们做朋友 我最幸福是那个大女儿 是真的 因为不是你亲身 跟我很亲密 所以当他的人生 走到了选择婚不婚 然后生养小孩 这些他都可以跟你分享 然后你的经验也可以给他做参考 对 这个是亲密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最重要他有心事会跟我讲 他碰到困难会找我解决 好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清霞姐的很多人物 不只在他的笔下变成四本书 在他的心念里面 他常常难忘 现在还变成亲霞姐的画作 书里面有画 来看看 这个画是最后一篇 亲霞画一位在澳洲玫瑰园的主人 这个我已经送给他了 对 他拿到的时候 我拍了照片留作纪念 画送给他 所以你画的时候就是铅笔跟原子笔 然后色笔一起画 对不对 因为这是完全如真的 先画了铅笔 然后再 然后我们看清霞姐画的玫瑰 这一幅我很喜欢 我觉得你的笔好奔放 这个玫瑰我很快就画好了 因为有一天我起床 看到这朵玫瑰 我突然有感觉 我说这个玫瑰很快就要叼了 我把它画下来吧 所以你是起床就拿笔就画了 起床看到这个我拿笔就画 很快画好这一幅 对 可是我如果看你笔的线条 我不懂 没有学画 我觉得有没有人说你的笔好奔放 你的老师有没有这么说 这位就是李志青 如果你拿书对照还画得真相 我跟你讲这个很有意思 那个我 你把它画得有点刺牙 我不是画了很多人物相吗 那我上课的时候 我在澳洲老师跟我用微信上课 然后老师就说 你可不可以帮我画一张 我先想老师跟我要画那还得了 真的是很荣幸 他在跟我讲话 我就是啪 我就用微信按了一张照片 然后上完课 我就很快的不到半个钟头 我就画好了 马上就传给他 你说他多高兴 他说很像 因为他很像 他很像吧 因为他惊喜 对 我们很少提出一个请 半小时之内就得到回应了 这惊喜不惊喜 好 四幅 这个 好 我们画 这个外孙你在做什么呢 悦不悦帮我拿一下下 然后来跟我们介绍这幅画 这篇文章很有意思 他在跟我打麻将 他很喜欢打麻将 才五岁 在疫情当中大家没事 那么我觉得小孩子 打麻将锻炼一下脑筋 也蛮好 文章更活 他会听牌叫牌 然后他还会知道 哪一张是伸张 伸张他要跟人家讲 Dangerous Dangerous 这真的是家庭娱乐 他叫牌的时候 一定要喝水 因为他平常不肯喝水 他妈就跟他说 你要喝水才会胡牌 所以他一听牌 他就拿水 一摸牌就喝一口 春节的时候 本来就可以 小赌一起摸个八圈 大家来看看 听牌喝水这个领不领 做的还都是大牌 是 所以你样子画得像他妈妈感觉 像他妈妈是吗 是 她是很像的吗 很像 你知道吗 我们家那个不是火旺 火旺的这个事 我其实我先抱着我女儿 我说我们应该感恩 我们大家都很安全 第二个念头是什么你知道吗 我应该怎么写 四本书看下来 你发现新霞生活 最近一个生活圈的近人 你都看到了 唯独 唯独 你先生连惊鸿一瞥都谈不上 他很少出现在你的素描里 有说新霞姐 你是不是跟我们后中年的女人一样 就不太注视先生了 不是 所以都 里面都几乎没有 不是 我跟你讲 他这本书 有一个地方有写到 那个行李员先生 他新霞姐 刺他先生说了一句话说 他问我 如果上帝不准你死 你怕不怕 他就出场这么一次 他不是他 我是他的 是他 他问我 他告诉我 你至少记了这么一笔 为什么写得这么少 是选择的吗 我跟你讲 我们家人都是很低调的 我先生跟我几个女儿 我觉得我对他们非常的有歉意 就是因为我先生娶了我 他付出最大的代价 就是他要在 有时候要在媒体上出现 那么我女儿他们也不喜欢 所以我是禁忌的 不能写他们的 我是 选择的 我是不能写他们的 那么偶尔透露一点点 没让他们知道 我想也无伤大雅 但是他们知道了 还是很生气的 生气 那我本来还要说 那今天就透露一点点好了 我猜他不会看这个节目 你知道吗 我们家那个不是火旺 火旺的这个事 那我其实我先抱着 我女儿 我说我们应该感恩 我们大家都很安全 第二个念头是什么 你知道吗 我应该怎么写 所以你抱他的时候 他有没有那个感觉 我这竟然有一个 我应该怎么写 然后我回去 回香港之后 家里人都在房子我 到大屋拍照 都不让我拍照 我本来想拍拍照 这个做个资料 都不准的 好 但是为什么 那时候 大女儿养的这个 Bark Still 不是要安乐死了吗 清夏姐书里面写 她说那我来陪好不好 她说妈 你是不是要 找写作的材料 找写作材料是 玫瑰的故事 玫瑰的故事 那个 我说我 带我去看看 那个玫瑰园 我女儿一听就知道 我要去找写作材料 打一个成语 四个字 不怀好意 没有了 好 那我还是多问一句 因为我们刚刚看了画 你学画 如果 要你选择一个媒材 来画你先生 你会是用 简单明快的线条 素描 你觉得最能够画出 行李员先生 还是用 清清淡淡的水彩画 或者要用 浓厚厚重的油画 最能够画出她的特质 我就是一张白纸 什么都不画 有这种答案 好了 我服了 碰到作家没办法 很高兴 谢谢你 我们聊得很开心 对 后面还有三题 很快 其实就是最后 没有 还没有最后 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题目 其实我们古人说 文以再到是没有错的 因为文章影响人的心念 甚至影响人的生活态度 也影响了生命 2022年我们都知道 您得到香港大学 名誉博士的学位 这整件事 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当我听到我将会得到 名誉博士这个荣贤的时候 其实我是觉得我实在是 没有这个资格去拿 我并不是说欣然接受那个感觉 我觉得我实在太没资格去拿 这个博士学位了 那么后来经过他们的一再的说服 然后我后来我想 我要接受的话 我以什么心态呢 就是说我要让自己做得更好 能够接近这个荣誉博士 这个荣誉 这个荣誉 我不要辜负他们对我的期望 所以它变成一个鼓励 一个很重要的鼓励 对 它变成一个光源 一个光线 是 那大家会期待说 因为这个荣誉博士 在你的写作 会不会从四本书写下来 欣雅姐说即使想到写就写 那写作计划这个事 会不会在后来变成你的一个 project吗 或者是说 不会变成那么一个 很沉重的方案 这个是 将会变成我人生的一大部分 我的人生会是以写作为主 是 所以我们可以满怀喜乐的 继续期待 今天我最后一个问题 是静夏姐 其实我们原来 就会从很多媒体印象 觉得你在人生每个阶段 其实你都很易感 其实你是有那个 很易感的雷达 只是有时候 可能以前环境的限制 岁月的成绩还不够 所以那个雷达没有全开 你的好朋友还是要说 你真的有好大的幸福 因为你有这样一个朋友 他完全可以让我们从 另外一个角度来映照到你 他说你可能 他看到那个澳洲的老王子那篇 你可能把你所有的敏锐的触感都释放了 我最后想问的是 过去你跟大家保持那么长一个距离 在你人生几乎三分之一 甚至二分之一的时间 然后因为写作你如此的易感 你如此的不分角色的 跟每一个人在人性上互动共鸣 使你的情感多了很多的关怀 这关怀你会不会觉得负累 会不会觉得我变成了一个这么易感的 你知道吗 这个我自从跟爱灵泉有过接触之后 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 我觉得爱付出去不是就会少了 你会越付越多 越付你越有越多的爱 你这么易感 你这么关心别人 然后你还知道了 还想去做一些事情 你会不会觉得有负累 没有 完全没有 没有 一点都没有负累 我觉得更开心 我觉得我越付出越多 越有 这个是不是也是 清霞你自己在透过写作的时候 可以比我们一般的写作人 会更加棒的一个经验是说 因为你有一个演别人角色的 演员的这个经历 比如说林黛玉 贾宝玉 电影里头的不同的 包括这个 各位有机会看的这四本书里面 他也谈了很多 他的过去演戏的生涯里面的 各种演戏的经历 这种不同的演别人的经历 跟写作去虚拟 或者是把一些真实的事情 你要抽离出一些片段来 把它组合成一个感人的画面或故事 其实他某种程度上 但我觉得是有一些不谋而合 对你的写作之路是有帮助的 大家都以为我演写作是 因为我演了很多戏 看了很多剧本 其实不是 而是我喜欢分享我内心的感受 我觉得我写作之后呢 我像这个讲修行 文学的修行与热情 我觉得就是 跟我不谋而合 我觉得写作就像修行一样 我对很多人事物会很有好奇心 我前三本书啊 为书名就是伤很大脑筋 但是这本青霞小品 我是非常的坚持 一早就定了这个名字 就叫小品 就叫小品 大家就是 开开心心看这本书的时候 开开心心有一点小幽默 开自己的玩笑 讲讲生活的体验 今天非常非常谢谢 非常谢谢青霞姐 青霞小品 我们今天这个访问 我自己 我刚刚说不夸张 我真的等了20年 请大家要看青霞小品 因为在这个里面 你进入青霞姐 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转捩点 我们要迎接 写作成为她人生里面 最大的一部分 最后我要谢谢你 祝福你在爱的里面 永远东方不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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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殿华 谢谢 谢谢 真的聊得很开心 谢谢 聊得很开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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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